好,对于礼仪,您有什么看法呢? 在《漫漫人生路》上,有很多导航的标识,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仪。 可能有同学会问, 为什么最重要的既不是卓越的才华, 也不是过人的禀赋,而是礼仪呢? 礼仪有什么样的力量, 何以能谈得上最重要, 甚至说懂礼仪,方是安身立命之本呢? 感动一个人,靠的未必都是慷慨的施舍, 巨大的投入。 有的时候,一个热情的问候,甜蜜的微笑, 也足以在人的心灵中洒下一片阳光。 礼仪是属于社会的, 社会之外则无所谓礼仪,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 我们只要置身于社会, 无论做什么事情, 在重要场合, 从事什么职业, 都不能忽略礼仪。 我们在社会活动中, 有时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 与别人产生一些矛盾和摩擦。 例如, 在人群中可能会一不小心踩了谁一脚, 这时候, 如果立即说一声, 对不起, 就可能避免一场 也许会发生的小争吵。 其实礼仪就是规定了一条固定的轨道, 遵循它就会得到社会的认可, 生活也会变得更加愉快, 违背它往往会遭到社会习俗的惩罚, 甚至付出惨痛的代价。 那么礼仪具有什么样的力量呢? 第一, 是美好形象的标志。 心理学上通过大量测试得出一个结论, 一个具有良好形象, 修饰得体的人, 会更令人感觉到可亲可敬, 有魅力, 有能力。 我国原国家副主席宋庆龄, 是全世界公认的伟大女性, 除了拥有崇高品质, 高尚的人格外, 还拥有美好的易容一表。 著名记者侯波曾有过这样的记载, 首次见到宋庆龄, 她给我的印象是美丽、高贵、优雅。 她像高山白雪,令人仰慕。 在后来的交往中, 我深切地感受到的又是端庄、 宁静、温柔、睿智、贤惠。 它是美与善的化身, 每一个动作都十分自然。 无论是一瞥目光, 一个微笑, 还是一声呼唤, 都充满了美的魅力, 令人陶醉, 使人着迷。 难怪有人说, 她只要往那一站, 就是为中国人争了光。 第二, 是人际关系和谐的基础。 社会是不同群体的集合, 群体是由 众多个体汇合而成的。 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 个体的差异性是绝对的。 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观察和了解, 一般都是从礼仪开始的。 因此, 必须遵守礼仪的规则和方式。 同时, 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 由他人对礼仪的旅行程度, 以及自己所感受到的礼遇, 来分析和判断, 这其中折射出, 对方的心态、 情感和意向, 而后产生一定的情绪体验, 增加好感, 或产生排斥。 讲究礼仪可以唤醒人们的沟通意愿, 建立好感和信任, 从而形成和谐、 良好的人际关系, 形成良好的社会环境和风尚。 第三, 是事业发展的关键。 大作家塞外提词说过, 礼貌不花钱, 却比什么都值钱。 有的礼仪形式看似简单, 一个微笑, 一声道谢, 却可能温暖别人, 让人信任。 每一个职场人都需要塑造并维护职业形象, 着装得体, 举止闻名, 彬彬有礼, 谈吐高雅的职业形象, 会让我们在工作中左右逢源, 使事业蒸蒸日上。 作为旅游从业者, 要掌握规范的服务礼仪, 灵活运用服务技巧, 赢得游客良好的第一印象, 通过细致周到的服务, 增强游客的体验感, 树立优质旅游服务品牌, 以高品质的服务, 推动旅游业, 高质量发展。 我国是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 我国有华夏之称, 来源于具有良好的礼仪风范和优美的文化传统。 荀子修身篇称, 人无礼则不生, 事无礼则不成, 国无礼则不宁。 中国有礼仪之邦的美誉, 中国人也以彬彬有礼的风貌而著称于世。 礼仪文明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起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所涉及的范围几乎渗透到古代社会的各个方面。 中国的经济科技发展迅速 中国制造的产品遍布世界每一个角落。 中国成为世界瞩目的国家, 在世界舞台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我们不必仿效西方, 要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更多美好的品质。 对于文化差异深入了解, 不但需要礼仪礼节, 还需要尊重谅解。 重新建立世界性的礼仪与沟通模式, 这样才能沟通顺畅和谐发展。 礼仪仅仅是穿西装、 打领带、喝红酒、递名片吗? 是站坐行蹲、录齿微笑吗? 穿西装、打领带等礼仪的表象可以很快学起来, 而一个人的风度、气质、 人文情怀、从容的内心、谦逊的态度, 这些可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学到的。 而正是拥有高度自我认知的修养和内涵, 才是礼仪真正核心的价值, 是无法包装的心灵魅力。 没有人不欣赏绅士, 没有人不爱慕淑女, 谁都想让自己气质脱俗, 但如果你没有经过专业的学习和实践, 又怎能拥有这一切呢? 在现代社会中, 礼仪是不可或缺的职场通行证, 它的力量和价值无可比拟, 让我们一起走进礼仪课堂, 知礼、实礼、讲礼、诗礼、 敬礼和回礼。 人际关系和睦, 职场沟通顺畅, 从平凡走向卓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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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